嗨,大家好,我是Bru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最近长得很凶猛的联电 应该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兴趣 联电从7月1号到10月8号收盘 上个月的时间长了刚好100% 已经沉睡了16年的联电,怎么突然喷发了呢? 还要不要追呢? 7月开始,从华为禁令到宅经济带动面板驱动IC 电源管理IC、5G晶片等等需求 一直到最近中国的中心半导体被制裁 导致股价一路喷发 上周外资频频发出大局强劲的经文 瑞银证券最高目标价还喊到了45块 相比户国神山的台积电 8到10月好像就没有那种明显的涨幅 明明是二哥的联电 为什么长得如此凶猛 有什么基本面的改变 这要先从整个半导体产业分工来说明 台积电与联电的产业定位是哪里不同 到联电的经营策略及未来发展观察的方向 看完影片后你会对半导体生态有更清楚的分析 别忘了巴菲特说的 永远要投资你了解的企业 这也是这个频道BOSS的宗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这是一个自律分享投资以财资讯的频道 分析个股及产业资讯寻找投资的机会 如果你也关注此类的讯息 那就记得按下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任何投资的资讯哦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 也别忘了点赞支持 那开始进入主题吧 首先要了解联电的经营方式前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半导体的产业分工 半导体产业可说是称起台湾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 从最上游的Design House 也就是常听到的IC设计族群 像是高通、研发科、研勇、威慎等等 就是属于这类的公司 IC设计公司在委托晶圆带工厂制作 像台积电、联电、Growfounders、中芯国际等等 就是属于晶圆带工厂 最后再将制作出来的晶片 交由日月光、视频等进行工装测试 而Intel则是属于IDM的公司 从设计到制造一手包办 但是在半导体这种高技术且资本密集的产业 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通常会无法附和 表示无法持续保持技术领先 Intel也在近期宣布 3nm制程要开始委托台积电制造了 在晶圆代工产业中 常听到的几nm制程 指的是一个元件的channel length的距离 能做得越小 表示在一定的面积内维持相同的运作功能 将可以放下更多的元件 像iPhone X使用A11处理器是10nm的制程 而iPhone X使用的A13处理器就是7nm的制程 新一代的iPhone XII A14处理器将使用5nm的制程 电晶体数量大幅提升 从A13的85亿颗增加到118亿颗 可以想象现在的一台手机的处理器 已经是超越30年前一间大实验室架设的超级电脑速度了 半导体的技术持续依着MOR定律 每18个月成长一倍的速度在发展 但是到了3nm阶段 因为量子穿碎效应 通道太短 导致电子会有一定几率直接穿越通道 大大的影响了元件的特性 台积电 Intel 三星 等等技术领先大厂 持续尝试堆叠 将不同制程不同性质的晶片整合在一起的方式 持续为MOR定律续命 从2020年第二季全球晶片代工排名中可以看到 台积电市占率超过50% 而联电排名第四 市占率7.3% 在整个半导体机缘代工总共分为三大梯队 技术最领先的第一梯队 台积电三星 拥有10nm7nm的量产能力 以及下一个世代的5nm3nm持续发展 第二梯队则是Growth Founder 联电中芯国际 拥有14nm技术 第三梯队则是提供28nm以上的生产服务 联电落在第二梯队中达低 虽然拥有14nm的制程 但能上为量率上的问题 以第二季联电财报中的资料可以看到 14nm以下并没有营收 最主要能是以40nm贡献营收23%为主 但28nm足迹有在提升比例 瑞幸迹财报为13% 同为一个梯队的竞争对手 Growth Founder拥有10nm代工技术 且技术成熟度和良率都优于运点 但Growth Founder管理方面出现很大的问题 近年来不断的亏损 甚至经常听到卖场茶园的新闻 整个市占率与联电目前不相上下 而中芯国际部分 目前市占率4.8% 低于联电的7.3% 同样与联电一样拥有14nm的制程能力 但主要营收同样为40nm以上 与联电的技术能力与产品组合相接近 其实技术代工E技术能力 各公司的定位已经非常明显 所以不同级别之间其实竞争关系已经不大 要分析公司的获利状况 就要以同级别公司间竞争的生态去观察 像这次中芯被美制裁 台基电股价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但联电就暴涨来反映转单效益 第二点 来说说联电未来的发展策略 联电创立于1980年 是台股第一家挂牌的半导体股 股票代码2303是电子类的第三号 台积电刚好是反过来的2330 联电上市的时间比台积电更早 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 其实是最早提出金元代工概念的元老 当时担任联电的副总 与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的张忠谋请义 张忠谋当时是不支持这个营运方式的 在1985年张忠谋从美国回台接任工业院长 并担任联电董事长 在1986年时创立了台积电 此时的曹新成则是推畅以IDM发展策略 可以赚到一条龙的获利 而张忠谋则是改观要以专业代工的方式专注在研发 在当时两间公司进行策略已开始有不同 联电以IDM发展 台积电则专攻金元代工 在1991年时 因为张忠谋与曹新成里面分歧 总是会引发了政变 张忠谋就此退出了联电董事会 从此联电与台积电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因为清源厂资本支出非常大 当时联电就找来了IC设计公司一起合资盖场 可以解决策资问题 并绑住客户 一举两得 在当时也吸引了很多投资人的兴趣而加入 但是后来因为联电自身拥有设计部门 引起了其他IC设计公司怕技术被抄袭的顾虑 反而接单不服预期 后来联电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将设计部门切分了出去 成为联发科、联勇、联养、智原等等联家军的IC设计公司 开始转为专业的晶圆代工厂 但因为这样摇摆了几年 在技术上也逐渐落后专进晶圆代工的台积电 在这段时间里 连电与台积电相差还不算太大 这是在2000年时的另外一个决定 造就未来悬殊的差距 因为晶片中的金属导线 当时都是使用铝作为材料 而因为晶片越做越小 金属导线的电阻影响效能变得越来越明显 必须转为下个世代的铜 作为导线材料 电阻值可以再降40% 而联电花了大把的技术供应费 像当时拥有铜制成技术的IBM做技术转 但IBM虽然拥有技术 却没有太多的量产经验 根本没有良率可言 而台积电则是坚持自主开发 在2003年研发出自己的0.13mm的铜制成 并顺利量产 客户的单子多到满出来 从此就一路拉开与零电的距离了 从这个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 在半导体分秒逼增的环境下 每一步的策略都大大影响未来的发展 那沉寂了16年的联电 联电股价在今年涨了100% 只是单一的转单力好呢 还是能继续延续呢 我们看看同一个梯队的其他公司经营状况 Groofounder在今年7月 还宣布在纽约要盖先进金源厂 而中芯国际因为受到美国制裁 所以在设备及原料采购上碰上了问题 目前遇到云域上的困境 也连在2017年7月 采用共同总经理之后 新结论的王石与简三杰 随即做出了极为大胆的决定 将不再投资1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作 与台积电拼了十几年都追不上了联电 选择在这个时间放弃追逐高资本之初的新制程 自律于发展现有的成熟技术领域 提升良率与生产效率 王石分析 全球金源代工市场规模约有60亿到70亿美元 最先进的制程占据了其中十几亿的美元市场 每年以29%速度成长 但较为成熟的制程市场规模却有50亿美元 这50亿美元市场每年能再缓慢成长 未来也会变成60亿美元 而竞争对手Growth Founder与中芯 都还持续在追逐新制程 也会将公司资源分散掉 联天之后的每一笔投资不再追求新技术 而是评估ROI来审慎投资 在看得到回收资金的年限内 才做出投资决策 联天目前12座机员场 3座在大陆 8座在台湾 以及新并购的日本 富士通12寸机员场 提供90奈米 65奈米 及40奈米的制程产品 这个投资也是照着联天新订出来的策略中 扩大成熟领域的影响力 最明显的就是可以从财报中的自由现金流看到 自由现金流指的是运营现金流减掉投资资本支出 好的 生意就是不需要一直资本支出 却能一直赚回现金 但是在半导体这个资本密集的产业 因为要保持技术领先 就一定要维持大量的资本支出 但要能把握能在业界取得最领先的优势 像是台积电虽然资本支出难非常大 但是持续保有领先地位 自由现金流一直持续都是正的 如果你投资的设备却慢了一到两年量产 甚至现在实际上都是落后更久 产品价格已经叠价 根本赚不回来 看看2017年策略改变以前的连电就知道 2017年以前自由现金流一直在正负水泥平衡 而看看台积电的自由现金流量 一直都是持续赚进现金的 才能提供公司正向的循环 维持资本竞争力 再来看看2017年连电开始不投资 现金制成后的策略 自由现金流就明显的改善了 因为我现金后 可以选择的方向就更多了 库长股 优化现有良率 生产的资本支出等等 连电预期目标是要5年的时间 共分为221三个阶段 前两年调整体质 后两年是检验执行效果 到了第五年希望能看到结果 目前看到调整体质的结果令人满意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电怎么将现金投放到适当的投资上了 第三点 短期与长期股价 短期的股价部分 可以发现连电的涨跌 几乎是投进的买卖超决定了 反观外资反而就没那么明显的相关 涨的时候反而还在大卖 这跟新闻上一直看到外资调高连电买进目标价 实际上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很普通 所以如果手中已经有连电的 可以关注投信的买卖超变化 如果出现连续大量卖超 可能就要考虑先获利了解了 如果仍然维持买进 那短线上就可以继续跟着投信赚 如果还没有买入的朋友 我个人自己是认为不可能一路飙升 一定是还会再回档 因为外资也都还没进场 至于长线的部分 只要关注两点 第一个是竞争对手Glow Founder与中芯 Glow Founder如果继续投资新技术 但是又没有顺利量产获利 那仍然是一直烧钱而已 而中芯则是要看美国制裁的力度多大 实际上如果影响时间够久 那也就会拖滑中芯国际的发展 不过这两间背后都有副巴巴 阿布达比与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底子很硬 是一场漫长的争斗 而除了外在的竞争环境因素外 第二点也要看联电本身自立自强的能力 将手中的现金怎么选择而投资的标的 比观察在成熟技术上 市占率是真的有在足迹提升的趋势 田店在选择不继续追逐先进技术后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策略 这与前几年面板厂有点相似 不断的资本支出盖场扩张 身上背着沉重的债务 但比不过其他更大的面板厂 往更大世代发展 一昧的发展反而撞不到钱 还因为沉重的债务 初次有倒闭危机 后来因为不再建新厂了 严格管控ROI 整体财务就健全了很多 当工序平衡时还能转坏为一 比起面板业 半导体业的需求成长成型好太多了 田店过去的设备则就在2021年开始会大幅减少 将会开始反映在EPS成长上 不过还是要注意风险 田店也是耕耘在红色供应链深的公司 但是又比不上中国自己培植的中兴来得轻 所以未来政治因素制裁会不会少到联电 毕竟联电也有三座重要的场在大陆 这也要关心注意的 除了投资联电外 想要投资称霸全球的台积电 但现在一张就要45万 对小资组入手门槛很高 其实有很多ETF都与台积电有很强的关联性 一张入手的价格就亲密很多 未来还会再做一期视频来分享ETF投资 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相关的资讯哦 如果觉得这类的产业分析讨论对你有帮助 也点个赞支持 我会再继续延伸点赞数较多的议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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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